受出示表演者 李景琪 谢谢大家的掌声 我们先休息一小会儿 上厕所的上厕所 我们通设有多个时代 我们下午在这儿坐着 听我们给您胡说 也是一个有快乐和痛苦的事情 但是咱这话还得说回来 评书看是大的校料比较少 没有什么大的包 不像像是 真要像是这么安静 那这么麻烦 刚才李和东给您说的一个 说的还是很不错 从头一天上来一直到现在 这些小当口像是 慢慢再提高 我呢 给您说一个小八个棍 往后出示 还是没有上厕所的 那咱就开书 听书看戏劝人方 三条大道走中央 善恶到头中有报 人间正道 世仓方 谢谢大家的掌声 书馆啊 我是有日子没来的 因为什么呢 说书的都在三队 有的时候 三队去外地演出 书馆就停下了 可能后两周呢 还得停 现在云节 云龙他们得去西安演出 我呢是去南京 都是分社嘛 所以这路还得歇两周 两周以后继续开始 这事没有办法 可是现在评书 说实在有点微妙 不像下上这么火爆 让他有只大开广地看 哇 好多说书的现在也都出来 如同是 午后春笋一样 而且这个书也是千奇百怪 什么都有 甭管说什么 最起码弘扬的这门艺术 让好多年轻人知道 中国还有个评书 你说现在活着 咱说实在的不如面 你说啊 飞机一飞着飞着就没有 要命嘛 朋友处着处着掰着 也没利益 也没感情 两口子 过着过着就分了 所以您各位能下午到这儿来听书 听听故事 尤其是 德云社这舞台也好玩 跳价也不贵 这一下午 三位说书的 再搭一报名员 原来是三位 现在多了几个 一下午六个人 还有这么多服务员 来伺候您各位 虽然说我们这儿 不能像 跟我那一样 但是我们也不容易 是不是 闲言少叙 咱们书贵正传 书籍 书籍 咱们上次说的哪儿啊 有的朋友可能还记着 门灯马昆马的爷 退隐江湖 晚上呢 在树林子里头 打拳踢腿 练不得退隐江湖 辜负不能个性 万一有仇气 寻仇怎么办呢 跟我们这行一样 天天得练 嘴不能闲着 马的爷啪 就练着呢 眉龙神叫仇家暗算 啪一下 打了一掌 马的爷好功夫啊 这要搁 搁我就飞出去了 马的爷忍着这口气 跑回家 回到家 大门推开往床上一躺 哇 这一口血就喷出来 这一口血 为五百岁岁 这一道虚空 狂吐吐之 马的奶奶 那也是练价子 女众的豪杰呀 可哑怪 拿出药来 吃些去止血 淡止血散 拔开衣服一看 他 胸口这 有一个黑 拔开衣服 大奶一看就知道 这是黑沙掌啊 江湖上 能用这种掌法的人 奔破 不 这会儿再看马的爷 只有 出来的气 没有进去的气 啊 哇 啊 马盾抬开衣服一看自己的夫人 各位 这么大的英雄 雾目之中落下了泪水 男儿有泪不清滩 只因味道伤心处 麻的捏抓住媳妇的手 浑身都哆嗦了 夫人哪 我恐怕 先走一步吧 我呀 放心不下你 还有兽儿呢 我死不了间 你们孤儿寡母 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夫人哪 我死了以后 别的要求没有 我就有 一个要求 你可一定要记住了 千千万万 偏让咱们的孩子 学乎母啊 连无数的人 没有什么好下场 难免是刀下什么 一定要让他 好好地忍说 将来扛取个功名 该换我妈家的门庭吧 说完之后 又一口血喷出来 小马兽 登登登登 跑过来 一把就把父亲给抱住了 爹呀 爹 你怎么了 爹呀 你说话呀 马兽摸了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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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脑袋 孩儿啊 也要先走一步了 爹 你去哪儿啊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孩儿啊 我死了以后 你要听你妈妈的话 说完头 又一口血喷出来 身子一挺 俩眼一翻 好可爱 这么大能力的门庭马吞 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死 小马兽呼喊 孩子再小 他也知道 爹死了啦 狂哭不止 马的奶奶 眼愣没下来 说这么狠 大奶奶知道 这回我要是一哭 这家就完了 千金重担落在我一个人的肩上 现在也是一样 这个女同志跟男同志他会一样 女同志是很脆弱的 尤其是清朝各位 男尊女妹呀 一家的重担 大奶奶一个人扛 说我练不练架子 再练架子也不行 大奶奶心里头恨了 心想这是谁 暗下毒水 把我丈夫给打死了 这个仇 我是非报不可 先红罢兽吧 转过天来 找账房 办这盆白事 都发送完了 马的奶奶坐在屋里就琢磨 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了 就知道让人打了这巴掌 这是黑沙场 说我这样子得罪谁了 大奶奶就开始回忆 说头些天有一个大车 假装说是来卖猪肉 推着独车来 这独车是干的 不是木头 干铁打造 这股双绑一较力 把这车能给端起来 端到我们院里 最后让我丈夫 把他修走了 能那名我丈夫大 跟着没几天 我丈夫晚上去树林子里练武 就叫人打了一巴掌 很可能这是一个人干的 但是这个人是谁 大奶奶怎么想也想不起来 心想看来这股现在还在北京城 我非得把他找出来不可 白天哄孩子心细满满不停 到了晚上 早早的把马兽捶着了 换好了夜行依靠 腰中一本自己的一十三节链子枪 大奶奶这条链子枪练得很厉害 来到当管台图一看 这会儿大奶奶眼泪可下来了 你看半冬中是一轮轮远远 大奶奶心想 其实这个时候 我跟我丈夫在一块儿 谈天说地 男婚女爱云土之温 那是我们幸福的事情 现在往屋里一看 墙上挂着闷灯马坤的这口刀 一看这口刀 那心就跟针扎的一样 刀在人美 擦了擦眼泪 听着听 终于什么声音都没有 马的大贼纵身行 飞身上防 那身法太快了 风方上防 风墙上墙 飞颠走 闭谷 甲骨 他就围着本京城转过开了 心想我肯定能把这贼人给逮着 会推查找 哪个人有力气 男子这么说 头一宿 什么也没查 第二天接着查 连续三晚过去 也没查到什么 这会儿大奶心已经凉了一半 心想看 这个人不在北京了 我再查最后一个晚上 如果说这个晚上 我还没有查找 那好 我带着我的马兽儿 离开北京城 那去北 有13省 我还找不着你吗 大哥 会黑沙场 我肯定得把你逮得不可 所以说第四天晚上 马的奶奶有个鸡灰冷 正走着呢 就看前边 有一个大宅院 就看人家这个宅院 窜出一个人了 也是夜行人 那是社会治安是真差 现在我认为 大半夜墙上房上走夜行人 很平常的事情 练舞的吗 但是这个夜行人把大奶奶给气了 大奶奶看到她很生气 为什么呀 夜行人穿什么呀 穿夜行衣 这是保护色 都是黑色的 你看不出来 一瞧这个夜行人 黄 狂的 穿了一身白 大板上 穿一身白 那太醒目了 一瞧这种生法还挺快 大奶奶心想 这人是谁 是不是他跟那大哥 是有活的 是不是他 跟那仇家是一世的 人到这会儿啊 说实话 有病乱同意 说有一点线索都不放过 实际上 这夜行人 跟那仇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大奶奶 您别忘了 三天舌头都没插着 第四天 头上 穿出来这么一位 他就认为这是一世 还是报仇心切 再后头就追 那大奶奶 你别看这个女的 那工夫太高了 可头的这种 也感觉到 后头有人跟上了 加快速 头的这跑得再快 想把马的奶奶甩掉 是灯片一样 马的奶奶想追上头的这位 也不那么容易 俩人的距离就始终保持着 大奶奶全身关系看着 这追着呢 就看头的这位 老不跟你一挥手 打出来三只精灵 分扇中下 这个不好躲 你要说横着打 他一个铁板桥能躲开 扇中下 你怎么躲 你说 一仰身 你下边那俩躲不开 你说我往旁边闪 很难 大奶奶没想到他能用暗器 把全身外观看着呢 眨眼之间三道激光 奔自己就过来 大奶奶生法是真高 突然一转身 愣把这三只镖躲开 身法刚一转过来 再看头的这种一挥手 又打出去一只 这只镖大奶奶可躲不开 你想啊 刚才那三只镖躲开 身子刚一转过来 这心刚平静一下 人就又打出来鱼 这是突然发生的事情 可不好躲 而轮中就将 哭 哭 妈的奶奶 翻身栽倒 风摔着 头来这只乐的 咬那么当地抽出来 天堂有路 而不走 第五分子来 我偷我的 你追我干嘛呀 哼 我看你是谁 这只戴着 黑纱的面罩 拿着刀到跟墙 就想手起到了 我把妈的奶奶人头扛下 敢到了跟墙 这只吓一跳 你看妈的奶奶在这躺着 出了咱们的眼睛 再瞧那只镖躲 在嘴里头叼着 妈的奶奶有功夫 你说那只镖躲是躲不开的 怎么办 只能自己接这只镖 拿手接来不及了 镖半面能来的 你再来手 这时间差不够用 怎么办 拿自己去叼它 你看说的容易 做到太难了 叼得慢一点 打进去了 前头进后头出 所以这个时间差不好 掌握 叹一下 轻了也不行 重了也不行 你说轻了 叼不好 重了我把自己牙子给割着 这个火候掌握了 能把这镖给叼住了 镖尖在里 镖后头那碎头在外 这碎头叫什么呢 叫镖准 打出去 这是掌握平衡的 镖准在外头路 这只骗子啊 马的奶奶奶真快 蛇蟑已经 碰 这镖凸出去了 这只一歪脑袋 这镖尾一打着 从二楼根这 啪 飞不起来 这一下 把这面罩可就打掉了 面罩一掉 大奶奶一看 呀 当时就愣了 这组紫戏一看马的奶奶 也傻了 这 俩人就愣了得有 三秒钟左右 千 桑子 谁呀 感觉这夜行人是当年温登马坤手下的探子手 咱们头一回复说 马坤手下有两个探子手 一个叫 搓钢 一个叫 花角鱼 这一组就是花角鱼 鱼签 不是说样的鱼签啊 这是同名同姓没有办法 大明朝还有一个鱼签的 干锅的中央 这位就是探子手 花角鱼签 签 怎么是你呀 哎哟 嫂子 哼 大水冲了龙王喵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这一标要得打上死得归冤呢 嫂子 大半年你这冲来干嘛呢 您不在家里陪马的歌 这一听马的歌 大奶的哇一声就哭了 今天的哑意全发泄出来了 把鱼签弄呼啥了 草子 哭什么呀 啊 我大哥怎么了 大奶奶把经过就说 门门把坤怎么怎么让人给打死了 这人说 再看花角 你那小辫都立起来了 把刀你哼 嫂子 你说这人是谁 兄弟 我就是不知道他是谁 我在北京找了三天啊 今天是第四天 我以为查出这人是谁 我以为你跟他是有活的呢 我就知道是一个大个 有力气 然后能打黑沙掌 究竟是谁我不知道 我以为他想一想 打个 有力气 能打黑沙掌 嫂子 我可有一点线索 我可不知道是不是啊 谁呀 北京黑龙坛有一个黑龙寨 您知道吗 我听说过 黑龙寨的寨主姓杜明兵 人肃外号铁头杜兵 据说这个大个 上达黑沙掌 我攻击 把城市探 那咱去一趟 怎么呢 现在去不行了 咱们这样 定好了时间 明天咱们两个人 夜探这黑龙寨 别打草惊蛇 看他是不是 要是的话 咱们唱家伙灭他的山寨 要是不是的话 咱们再去寻访 大奶奶想了想 兄弟 全靠你了 这回妈的奶奶心不高兴 有一点线索 他也比美女不强 回到家 把夜行李脱掉了 简简单单睡了一觉 第二天早上就起来了 还给哄孩子玩呢 到了晚上 把孩子早早的哄睡着了 换换夜行李靠带上13级镭子枪 来到定好的地面 一看鱼圈儿早来了 鱼圈儿拿着扇子在那儿躺着 走了 来了 走 两个人说声走 那黑龙坛黑龙寨 真是 鱼圈儿在前 马的奶奶在后 一路如书 到了黑龙寨来 来到寨前一看 要我能力 这债可是真境无趣 一球这一口大债 龙兵在上 拿刀的拿刀的 扛枪的扛枪 好家伍 把刀上心 当初翘是戒备森严 说我素身穿上去 把人家能看见 哎呀 嫂子 这债 咱们不能走前边啊 怎么办 走后边看看 两个人绕到后山 抬头一看 一瞧这后山寨 稍微松滑一点 有那么两三个龙兵 戒备也不像前哥人们演 嫂子 我先上去 你等着我 上不要没事了 你再上去 我给你扔一块石头 你现在石头生理 就说您没事了 我要窜上去 贴了劲 伸手 到白马囊里 拿出飞抓白链锁 哗的一等 不够长 又拿出一串链子 去到一块 抓了抓很结实 甩 甩 甩了三甩 哗 飞抓去 又杀去了 摘枪巴 拽了拽 很结实 身法是真宽 手拔着绳索 摘枪 往上刀 也站着一圈有功夫 真能为说下这一圈 仍得飞抓过后枪 抓绳索往上爬 不简单 爬到城墙 这一看 俩楼兵都睡着了 天主我眼 翻身下来 咔个刀冲出来 噗噗 梁下 先把俩楼兵被宰了 听着听 没有什么动静 有大白色囊里 拿出一块飞黄石 啪 都往下一扔 大乃人一听 有石头的声音 就知道上边 没有什么事情 手拔着绳索 往上爬 两个人来到寨墙上 找吧 说找一个人 这可不好找 黑龙寨的大寨主究竟住哪 俩人不知道 蒙着来 先找哪啊 先找聚一分丧厅 班人在一块说事怎么办 说聚一分丧厅没有 到卧室 后边的房子 这会万一 压债夫人正睡觉 这都是保不齐的事 咱们到了聚一分丧厅 小寨子不大 麻雀虽小 无藏俱全 别看债子不大 戒备的很严 该有的一切设施 还都有 什么 悬坑啊 脏坑井坑 文花坑 公努 脚刀绝火网 这些训备的东西 还都有 就是怕有人探山 俩人来到去 恩赃厅一看 那一看就能看出来 大被挂了 一看里边 灯如火把 照如火中 大脑被飞身上扛在房上 脚椒钩住了房马 身子往下一趟 这叫三层中 大物软帘 呸 小不止 战坑了 捅破窗帘坑 往里一看 这会儿一枪藏在后房坑上 往里敲着 一看里边 兵器架子 十八班兵器 刀枪剑 及辅月公 插兵剑 垂刹坑 坑坑说 帮人样样俱全 而且咱俩是赠光大远 这边 蒙兵们 还竟然跟着战友们 一个个特别的精神 正当成 金角椅 你像金角椅上挂着一个虎皮 虎皮金角椅 上面坐着一位 像这位 真够熏的 大高高 连丁落塞的胡子 大便在骨子后中一盘 周身穿青 遍体瓜糟 穿一身黑衣服 身背后 四个龙兵 扛着一个家伦 叫独家伦同伦法叔 四个龙兵扛着 汗术子滴滴答答 往下直躺 大奶奶一扛 眼前就一辆 呀 真是他 谁呀 就是前文书 咱说 假装卖猪肉的那个黑男人 有把他力气 不开手 能把钢铁的多车钻起来 大奶奶跟他见了一面 就是他 他只是这心的差点没蹦出来 太高兴了 仇人见面 奋满颜红啊 我先听听他们说什么 就看正当中这大寨主 杜宾不上 铁铁洪太粟 没 拿这大沙 哼 温着大奶奶一边喝一边说 哈哈哈哈 小奶 闷腾马昆一死 这一句话大奶奶差点没从房上蹦下来 线索找着了 哈哈哈哈 闷腾马昆一死 多年前我那俩人容易长知仇啊 那时我不是他的对手 多天后我访他 说实话 马昆还是比我有能力 但是你们可别忘了那句话 铭枪容易堵上 暗箭醉难防 哈哈哈哈 再有能力 也架不住我黑沙掌的厉害 我估计这会儿已经死了吧 哈哈哈哈 这一说马的奶奶再也待不住了 啊 一声就蹦下来 吃一嗓子 无力当时 把这些蜡烛吹灭 跟着门一分鞋 啊 先扔出一把椅子来 这叫投石问路 没有说先人蹦出来 人往外一蹦 外头拿道铺一砍 那不麻烦 先扔把椅子 大奶奶那过去也是女代表 站山腿往躲着 往旁边一闪 椅子躲空了 跟着屋里 蹭蹭蹭蹭蹭 蹿出来 好几十号 眼别是排开的 正当中站着铁头 渡兵渡子山 后边四个窝边 慕容颜 扛着独角同志的娃娃术 哎哎哎 躲着一身上滑了 娃术抄在手里 你一看啊 这女的 哈哈哈哈 往这黑龙带上去啊 这一笑啊 不是好笑 大奶奶欺 浑身之咄嗦 哇 一时三接电子枪就抄起来 你就是渡兵渡子山啊 正是渡某 不贵 你杀了我丈夫半生马坤 我是他的夫人 这个仇 咱们玩不了 哦 哈哈哈哈 咱们说马坤已经死了 哎呀 小娘子 马坤已死 你一个人在家独守空荒 哈哈 多没有意思 来来来 到我山寨 做一个压寨夫人就好了 这是哪抓气大奶奶 后边那渔谦那也呆不住了 没有说女的钱都拼去 大老爷们在后子藏着 辣子成说将什么 哈哈哈哈 不能那样 渔谦啊 我让我一声也蹦下来 甚至说把刀一亮 嫂子 躲来 交给我的 鱼签有能的 花卷鱼那当时江湖上 保镖那事儿也是赫赫有名啊 把刀一挂 请杜呆 今天我给我马拉哥报仇 哦 啊 还怎么带你小白脸呢 哈哈 怎么着 替你大哥出头 替你嫂子挡汗 来 你伸手 把外衣脱了 吃你身子好 假的 肌肉 全是活 你绑劲 甚至要卡蹦一下子 来 你不拿着刀子吗 找这儿砍 嗯 你叫 我叫于谦 于谦 哈哈哈哈 兄弟俩 你拿刀砍我 你要是能帮我砍动吗 我这颗脑袋就给你 你拿去 你要是砍不动我 哈哈哈哈 行于的 恐怕你今天 也拿 逃你死 于谦 你想干嘛拿刀砍你 那太好了 这人疯了吧 啊 兴奋过度 脑子怎么不够用了 我这刀 不敢说保夹子 那保夹子 削木头 抓抓抓 那跟切萝卜一样 那砍你那不易如翻杂 于谦高兴怀 往前一根 刀举过头 给炸的面门 呜 咚 行 再看铁头 努力都不躲 哎呦 说了一声 来点 轮助就听 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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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刀就 分了 震的于谦 当当当当 往后推了几步 一看她的手 虎口针灭 在看人家猛人一战 这等 这两下子 还叹我黑龙帅 拍 吁谦 赦财 concerning 这个仇爆不了 人家会金钟罩 金钟罩铁巴山 十三太老的恒恋 刀枪不弱 刀砍 白银 枪杀 白银 中国的硬气功 难怪这会儿还能蒙兵们聊天 看见他会金钟罩 金钟罩不能禁女色 一禁女色 金钟罩就破了 我原来也是金钟罩 结婚以后金钟罩就破了 真是没办法 我当原来比我爱金钟罩 所以说杜宾杜子山不禁女色 长生的同难 这怎么打呀 本身就有力气 有会黑沙的 再有金钟罩 马子奶奶 我来 嫂子你歇会儿 您那链子枪 还不够被人拍哑 那呢 于谦心想 我们俩人都得死的 我们一死 没关系 死就死了呗 陪我哥哥做伴去 但是有一截 马寿怎么办 你说马寿呢 帮点儿孩子谁不管 没爹很可怜了 当娘子再一死 这孩子这一辈子都完了 任人宰哥 我得想办法 活着离开这儿 君子报仇 十年不安 于谦眼珠一转 记上心来 于谦很聪明 没这儿偏调听象去 学的那简直 有主意 哈哈哈哈哈哈 您说话先乐 哈哈哈哈 他乐了得有三分钟 您都傻什么意思 您一切琢磨词 佩服 佩服 独寨哥 好功夫啊 没想到你还会惊中照 哈哈 跟您说实话 我们来就是报仇来 但是现在这个仇 嗯 报不了了 来吧 打手一倍 嫂子 别废话 练着枪声了 废手 肚子哥 肚寨哥 这个仇我们报不了 我们想活着离开你这黑龙寨 也事比登天还难 你这么多人呢 你甭动手 你手下这些弟兄们上来 你人一口唾沫 就能把我跟我嫂子给咽到这儿 来吧 我们也不跟你废话 手一倍 你随便 则将来传扬出去 黑龙寨大队 赌兵 赌兵 赌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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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兵 你多胜少 天下是佩服 以后谁才敢来黑龙寨 提统一班 又激将大队 赌兵 那是江湖中人 他就怕这么说 你说打架 一个打一个赢的路远 你要说一百个打一个赢了 没处报号去 太丢人了 这么一说 赌兵这脸有点挂不住 确实是我省下人多 我能耐大 把刀给震飞了 我省下人怎么看着 挺余的 好 这话我服了 你是个光棍 这样吧 我放你们俩走 我给你们三天的时间 你们找人来托我这金冲招 三天 找来人托了我的金冲招 活着八秒 三天 找不着人托我的金冲招 我可找你们俩去 怎么样 余谦你想就等你这话 只要能走就好办 拿眼睛一看妈的奶奶 妈的奶奶感动坏了 交朋友就得交这样的 这跟战子真是好啊 关系在这儿 大夫死了 人家替我出头来报仇 把他性命要搁到这儿 人家把我们给救了 这是朋友 就怕 把嫂子疼了 嗨 老孙子疼你大哥死了 老死了 好啊 我还当着呢 那不成说样的了吗 所以说不能那样 当当当这一份话 路兵固子三连一红 发 老兵拦着别挨大战斗 这是来刺杀的 这些人 精大了 三天让他跟着找人去 我就在这儿等着 我看你能放这什么高人 太狂了 有能耐的人个备 他就是狂 这没办法 麻的奶奶跟于谦出了黑龙斋 来到外头 擦了擦汗了 浑身上下都湿透了 尝出一口气 还得 两世为人呢 千儿 这仇 恐怕抱得了了吧 嫂子 你别这么说呀 咱仿高人家 仿谁啊 他眼睛中招 刀枪不弱 咱怎么打的 嫂子 坏的未必 我知道一个人 能破尽中招 谁啊 原来甭问是谁 咱不好把他请出来 这种惊喷洗手 退隐江湖十余年了都 天下知道他的人不多 但是我知道 想当年江湖之上 四大怪节 其中有一位华山派的小教主 那是多大的能力 后来怒气不干 退隐江湖 现在打铁为生 此人姓李明赫 自叫九重 有一个外号 叫铁大的李赫 他在哪儿 他在哪儿 就在北京 我们俩关系还不错 为什么说 请他不容易 第一 这个人金盆洗手 第二 他会破金肚兆 天下没人知道 我知道 刘永文我们俩喝酒 喝多了 酒后土真言 他说能破 怎么破 他没告诉我 咱放一放李赫 李九重 他能不能出山 这颗梁河之间嫂子 那就全看您的手段了 哦 还得美人鸡言恶子 咱好好求求他吧 说这人现在在哪儿 就在北京达官营拜 现在的达官营 现在达官营热了 那事儿 那是郊区了 达官营拜李嘉基 去那李嘉铁铺就能找到他 好 警官杰说 到了第二天 敢奔达官营李嘉基 那 于全认识 到这儿一找 不用找 一打听就知道 方圆几十里 就这么一个大铁的 到这儿一摊 门开着 铁家屋在这边放着 这边有刀枪剑极 一瞧又是门口 大木头椅子 大椅子 椅子上坐着一个大铁 大铁 大铁在这儿 哀声叹气 唉 他娘 我怎么就这么放红呢 眼瞅着到手的银子 我就拿不下来 哎呀 蹲圆了抽自己嘴巴 像一条花 好 嫂子 有啥 找抽嘴巴呢 呦 李德哥 干嘛呀这事 有什么想不开的 啊 自己抽自己玩 谁啊 呦 认识 钱 哈哈哈哈 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大铁啊 不是 我有事儿来求你 您认识干嘛呢 有什么想不开的 自己抽嘴巴玩 唉 别提 大铁吧 头两天哪 有一个五升公子 让我来打一件兵器 给我一百两银子 哗 不少啊 你给他打呀 打个屁 他都没搞我打什么 那不拿您开玩笑吗 打铁打铁打兵器 你不告人打什么 那怎么打呀 你看这个 帝国进一张纸 他给我留了一个迷面 让我照这个迷面打 说打出来 给我一百两银子 打不出来 他给我往外出完这事儿 说我没能力 干不了这行 哼 你全心想怎么还有这事儿 把一只拿过来一看 拿来的 要过来瞧了瞧 一瞧上面是一道迷梯 一根柱 百根梁 无尊 无瓦 盖成房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卡了半天 马在那里瞧 五根柱 钢边 百根梁 竹井 无尊 无尊 无法盖成房 不明白 眼瞅着一摆了银子 打不不来啊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哎 李哥 我来求您来了 你打什么运气 我不打运气 我是请您出头去破京中章 把这经过一讲 这位是门灯大根的媳妇 江湖上赫赫有名 马的奶奶 怎么怎么回事儿 人家有金钟招 我们到不了这仇 跟人打理三天请高人 我知道你能破金钟招 你怎么知道 你喝多高的我呀 唉 兄弟 你可是难为我呀 我推进江湖 这么些年 你再让我出头 我怎么说呀 再有一个 一百两名字 无尊无法都盖成房了 那是什么呀 这样 你要帮我把这灵气 想出来是什么 我跟你出头 你要是想不出来 我帮不了你 马的奶奶是抖了手 我看了半天 于谦也瞧 谦 你这么聪明 你没事都嫁着 你咋不咋 这是什么 于谦都惊头了 我真想不起来 嫂子 这太难为人了 一根柱 百根梁 无砖 瓦盖成房 成姓儿来 拜姓儿归 请不了人家 人家说了 你帮我把这题破解了 我挣着银子 我跟你出去 我是谢谢你 你这么让我出去 不行 我没法交代 大奶往外一走 心里真难受 抬头你看 天空中烏雲灭 大奶心想老天天也是跟我做对的 我心里头就跟锅底扣着一样 这会儿阴着天了 于谦也后头跟着也是挨声叹气 没走几步 咔 一声响雷 是雨如倾盆 要搁到平常 找地儿避雨了 这会儿大奶的没心思避雨 丈夫的仇我报不了 仇人在眼前 我没法杀他 他有金钟罩 好不容易有人能破金钟罩 还弄那么的题目 还无尊我给重罚 哎 我太没本事了 让这雨交一交 我也能痛快 这会儿有打钱 他跑过来一个小贩 没了好多雨伞 手里拿雨把伞 大奶奶 那您别拎着 这伞也不贵 十个铜板 咱这伞也耐用 别烦我 您别着 您说拎着给您交病了 怎么办呢 您教的我这伞好事呢 把这雨伞往前的地 大奶奶顺手把那伞给接过来 啪打开了一看 老龙正在沙滩睡 一句话 典型梦中间 大奶奶一看这把伞 眼前一亮 啊 一根猪 伞半 百根料 上个那些枝子 直着 无尊 瓦盖成房 这伞区开了个儿不小 周风打雨 就跟这小房子一样 大奶奶拍了拍脑子 千儿 怎么着 嫂子 你说这冰气 会不会是伞呢 从前也想着想 你拿着门 回去问问他 俩人拿着伞就好 卖伞的追捧个俩 还没给钱呢 哈哈哈哈哈哈 躺回铁剑屋 一看人家都要关门了 别关 啊 都回来了 我还给我送把伞来 啊 雨的哥 啊 什么大奶奶 这冰气我想起来了 什么呀 伞 无砖无瓦盖成房 一根柱百根粮分的一结实 甭管好坏你先试试 有病乱同意吗 万一对的呢 咱们蒙蒙看 好 打一把铁伞 三天呢 好家子 李鹤没睡觉 跟这伞叫上劲子 一摆两银子 踢踏踢踏 把这伞打成功 也听得真不小 好 真有分的 好家子 一二百斤左右 第三天头上 那无声公子来了 怎么样 啊 打铁不错 把那兵器打出来了吗 打出来了 把伞往上一递 无声公子接伞在手 两天大笑罢了 我佩服你了 普天下都知道 你有如此的神灵 以后我给你传灵 给你挨点名字 递过去 人家把伞打走 大奶奶哥 三爷打完了 千年也挣到手了 我们这个忙 您是不是得帮了 好 简断接说 三个人是敢问 黑龙寨 到了黑龙寨 直接跟龙兵通报 说我们请来一遭人 独兵杜兵 杜兵杜兹是两队迎接 干嘛 找人破我的金钟罩 我得会会他 厌别是开开 杜兵往当中一张 再一看 李赫林九重 和 跟自己的个头差不多 李赫说 姓杜兰 听说你会金钟罩 这样 咱们两个人 一对三杂 你不会金钟罩吗 我打着你三巴掌 这三杂你要能扛住咯 我就把脑袋给你 独兵力圈 那不玩笑吗 我金钟罩了 衣服一脱 当天一将近 看下吧 脑袋大了一圈 来 那意思你就拍一张 再看李赫王 当会急 往前跟顾巴掌弄起来 就趁巴掌 好家伙 正拍在额头正当中 拍上之后 再看独兵的脑门这儿 者 噴出一道血线 血线拍出一跃远 顶尖一看 当中的那小标 碰一下子 杜兵死是栽яж 你才有 那多那来 Dia那乌坏的 就马上进刀再走过去 哼 蛊 本人頭看一下 他那不得窃下来 当头子都死了 债主也没了 老武兵是四三奔逃 一把火就 把黑龙寨给烧了 大门人家就问说 你怎么破了金钟招 李赫说 我这个功夫说实在 你真让我一巴掌 把他打得脑门吞血 我做不到 但是我们华上派有一宗宝物 你来卡 你伸手 手指上戴着你们小戒指 戒指上闪闪发包 跟小钻石一样 大门人家说这是什么呀 草名叫金刚罐 只要有金刚罐就能破金钟招 金刚罐 你拿宝道宝剑 砍他砍不动 什么东西破金刚罐 只有好的金刚罐 才能破这金刚罐 所以他就是铁打的一样 我也能把这金钟招给破了 金钟招见血就破 一把火烧了黑龙寨以后 三个人是共守而别 这个李赫大铁不提 于谦出去偷到 后来改行说相声 咱也不提 大人说马的奶奶 马的奶奶回到家里以后 到了马库的坟前 烧了点纸吧 得经过一说 丈夫啊 我给你爆了仇了 大二期开始 天天在家里 陪着马寿念书 这一陪着马寿念书 不要紧才引出马寿 出师 谢谢 謝謝